柯文哲天生秘书绰号橘子徐止于 被视为是金华城案的最后一块拼图 如今证人转列被告还被发布通气 现在行踪也曝光 在通天阁旁边 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俗称的 住饭店不用给护照 不用登记名字 预言爆料有朋友日前在日本大阪 疑似发现橘子的踪迹 怀疑他很有可能已和中国或台湾组织 达上线但全是不肯回台的原因 实在起人一斗 年轻女生甘愿这样子被通气 甚至是流往海外 那日本可能有人脉有亲友 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旅游证件 然后也有承受压力 有人希望他不要回来 据了解橘子五月与李文宗交接完 四百万款上后就飞往日本 8月27号吴雨景回国 29号凌晨 殷小薇与省亲亲被深压 进华城案开始侦办 橘子就疑似带着 关键账本二度飞往日本 碰巧的是柯文哲当天 也大动作举办请假记者会 种种举动恐怕别有用意 8月29号是柯文哲 带着全部的人出来 开记者会的同一天 同时间他又叫橘子跑掉 身为天生账房的许子瑜 是极少数知道柯文哲 形成金流的幕僚 甚至经手许多台面 下不能见光的现金账目 由他管的USB随声叠 四帐资料疑似也被带走 现在被发布通气不肯返台 有学者就直呼 旅日想赚外快咬成现在 入民众只要提供线索 导致弃货外逃 通气犯规案 就可获得5万到100万元奖金 而台日没签订司法互助 现在也只能私下 以个案管道处理 请日本进行驱逐出境动作 才能将目标人物遣送回台 新新闻综合报道 好 好 好